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寻才 日前在第28届日经论坛 亚洲的蔚来上发表演讲表示 新加坡不忙照抄他国的民主模式 会继续发展自己的体制 各国都有自身文化和历史积淀 建立了自己的治理和政治体制 其中很多国家的国民 都对本国制度相当满意 不希望外部势力将价值观和制度强加给他们 应当尊重这些国家及国民选择 不能轻易进行民主与威权二元对立划分 更重要的是求同存异 开展合作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新加坡黄寻才副总理 对于民主问题的阐释 我想是基于新加坡自身的成功实践 应该说也说出了很多国家的心声 众所周知 民主制度没有放置四海皆准的范式 只要适合本国国情 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就是行之有效的真民主 好民主 中国和新加坡虽然国情不同 但都找到了适合自身 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道路 我们坚决反对鼓吹民主 对抗威权 试图把世界拖回冷战年代的 开历史倒车的行径 中方愿同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世界各国 加强交流互建 弘扬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出应有的贡献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